很高兴在中国农历龙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 我在北京接待我的老朋友米尔吉耶夫总统 我愿同你一起畅序有情 共商中乌合作大体 32年前 乌斯别克斯坦在中亚国家中率先同中国建交 两国人民传承思路精神 更续时代游戏 重启互利合作 中乌友好这个大树 越发根深越茂 生机博物 再次我愿同你一道宣布 中乌决定发展新世代全天后全面战略和关系 在更高起点上推动国家中命运 我来说 我认为了温暖的约会议,我们能在最初的年度一起拥有适合的旅行 我们能够准备确定的趋势,向前往,在更加改变的角色 我们可以在最初的会议中的区域 我们能够准备决定的角色 我们能够准备到的这些区域 我们能够准备到更加厉害的变化 我们能够准备到什么时候的运动 我们能够准备到这些设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